原标题 003航母真容现身某国首次国产航母 曾经从10月28号最先分开大连造船务 进行第三次海誓 一直更加揣测这次海誓测试重点 在越国产航母的航空指挥调理系统的牢靠性 以便为将来牢故意舰载机 在航母上进行起降做筹备 可别说来 一艘航空母舰在进行五到六次海誓之后 就将面对入伍 由此转策 中国水师很能够在2019年年头的时辰 宁有双航母站一群 真正成为实力充足 碾加亚洲其余国度水师总和的壮大水师 不外话说本来 首艘国产航母应用的仍然是华越腾飞行事 某种意义上 说其更像是辽宁舰的改良版 实验文字非常显著 这也采明我国在航母倒退之路上走了一条绝对完蛋的路线 早在此前 我国水师工程大学马伟尼传授 就在承受媒体采访时事宜 中国的电磁弹射手艺曾经超越美国电磁弹射 恰是由马伟尼团队主导研制 而在几日之18S板前直升机和件15第一电磁炸飞机也曾经呈现 能够说中国在零有更进步航母的路线上曾经是万事俱备 现实上我国第二艘国产航母也便是003星 曾经在上海江南造船物开工了一年之多 即使这艘航母的三大分段被高调曝光在网络上 依据现场照片来转测 这艘航母的均匀宽度靠近40米 最大宽度在46米左右 长度至少的330米以上 依照这个体魄来看 曾经直比美 辅特级003星航母的排水量将会在8.5万吨左右 制造就保守估量 接纳全通视频船面供给舰载机起降 在我国并没有研制蒸汽弹射器的条件之下 其必将接纳首预程度 曾经高于美国的电子弹射器 一句军事专家称 003星航母大略率还会引用惯例能源 由于其曾经为大型舰导流出了地位 因为舰内惯例能源的航空母舰 个别程式在舰岛上配置盘连装置 因而大舰导是必然的效果 003航母仍然不可以成为我国的终极现实版 除了作战之外 其目标更多的在于测试国产电磁潭射器 预权通是船面航母的计划程度 为将来更大航母 以及两栖攻打舰的制作作筹备 关于中国来说 假如想要捍卫漫长的海岸线 四个航母战役全是标配 简直毫无疑难的是 004型航母必将接纳核能源来推动 此前中船重工在10月24日的国际海事博览会上 重点引荐了多块太阳核能源平台 这曾经开始了激励信号 中国水势将来 必将零有不输美国的核能源超等航母 在西方媒体眼里 中国的倒退航母的速率之快几乎出乎意料 第一艘国产航母才刚才传来海事的烟血 003型航母就曾经动工开舰 依照这个速率倒退下去 中国水势将会越来越强 这是西方最担忧的 也是最不肯看到的事件 和西方剑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